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好吃的糯米卷 喜欢的朋友你也试试吧 首先把230克的糯米倒入锅中 倒入清水清洗一下 再往锅里倒点水,水没过糯米即可 然后按下煮饭键 把香菇浸泡一下 接下来水杯中倒入150克清水 再倒入3克酵母粉搅拌均匀 盆中倒入300克面粉放入一勺白砂糖,少洗盐 倒入酵母水搅拌至无粉状 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 当揉到手光面光盆光时 盖上盖醒面40分钟 趁着时间我们来准备配料 把胡萝卜切丁 香菇也切丁 把一小半洋葱也切成小粒 然后把腊肠也切成小粒 再把瘦肉也切成小粒 切好后全部装入碗中备用 糯米饭也好了 起锅热油 把洋葱倒下去翻炒 炒出香味 炒出微微花黄 倒入香菇继续翻炒 接着把肉丁也倒下去 炒至变色 倒入适量的生抽 两勺蚝油 撒上少许胡椒粉 倒入腊肠和胡萝卜翻炒 开小火 再把糯米饭也倒下去 翻炒均匀 好香 现在已经闻起来很香了 稍微放凉 把它整理成长条形状 像这样就可以了 这时面也已经发得两倍大小 把它拿出来充分油搓排气 然后分成两份揉成长条 把它擀成长方形状的面皮 不要擀得太薄 刚好能放下糯米条就行 然后收紧口翻过来 整理一下就可以了 把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 切好后再次洗面10分钟 上汽后蒸10分钟 再焖3分钟 时间到出锅了 哇好香 这样做外面的吃起来 轩软蓬松 中间的糯米香甜软糯 口感丰富 越嚼越香 过人节的比粽子还要好吃 喜欢吃糯米的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是兰子 喜欢就关注我吧 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明镜需要您的支持